2018年第十四條的題目 這條題目是問你實際面積給你 究竟是哪個範圍 這裡是4cm,6cm,4cm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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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m 怎樣才會令這個 好像一個特製圖形 令到它有最大面積和最小面積 所以這個 是一個長方形 減這個 所以這個,如果我們量度最長 就是4cm,加1cm,除二 即是0.5cm,所以就是4.5cm 你這個6,加0.5cm,即是6.5cm 所以最大應該是4.5乘6.5 作29.25 再減這個2cm,乘2cm 怎樣才會最小呢 因為要最大,所以這個最小就是 2cm-1cm 就是2-0.5,即是1.5 1.5,1.5,1.5,1.5 這個會最小 整個就會是最大 OK 所以是-1.5乘1.5 27 那就即是 要不就是 b這個27 要不就是d這個27 好,對最小 最小呢 最小呢,我們就要4和6 要拿最小 4-0.5,再乘5 6-0.5,再減 這個要最大 2加0.5 2加0.5,再乘2加0.5 所以答案就是13 就是這條色了 4-0.5,再乘6-0.5-2加0.5的2次 所以就13 就是這個 再說一次 27這個數呢 就是4這個數 加0.5 6這個數 加0.5 2這個數,減0.5 2這個數,減0.5 就是27 另外 細那個呢 就是4-0.5 就是3.5 6-0.5 就是5.5 去減2加0.5 就是2.5 再乘2.5 這個就是13 所以這個呢 就是下限 這個就是上限 OK